今天是7月30日星期四 今天下午可能他就不做这个装修了 停一停他自己都受不了 我看到有一个新的消息 早半天跟大家做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新闻 我昨天下午也看到 因为我在外面拍摄了 我看到有人拿着饭口去哪里吃 好像我这样想到外面的公园 但在下午走旅 在外面拍到有些人真的蹲在街上 上下车位吃 有些吃吃下下雨 就乳碎拌饭 香港市民就沦落到蹲街吃饭 就是拜这个林郑政府所致 拜这个林郑政府所致 我未见过这么低能的政府 你看到地产是一定死的 昨天是 就是你看到大量的那些铺 那些铺 那些铺 他洩四成都出 洩四成都出 有些在尼敦道 洩四成啊 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 四成啊 那有些美股那些呢 就是三四球跌下来的 那所以都挺大 那今天我们的铺石狗组合呢 就因为他 昨天那个就是低能 是不是呢 我们一会儿去说 那明天就可以恢复堂食的 明天星期五 所以急见市场就好 那今天呢 就铺石狗上回到141% 那看到 那去到241万 那五月份我已经放了 昨晚我已经 五月份的收费版 放在我们的投资日子 网组里面 大家可以进去看 那如果大家想订阅 我们八月份的投资日子 或者youtube投资筆记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片尾的付款方式 那有任何问题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那大家知道呢 昨晚 香港 学生动员四位 就是这么年轻 是吧 19至21岁 就被抓了 那 我 我不知道 我估计 很快 你 批评政府 都可能犯了国安法 很快 很快的了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的 就是你批评政府 可能都犯国安法的 那所以 就是 多谢大家一路以来 支持我们的频道 那 那我们都是要做这些事情的 那 就是你又不做 那我又不做 那你又不说 那我又不说 那你又不报道 那我又不报道 那谁做呢 是吧 就是你是不是指望林郑 她自己走出来和大家道歉呢 是吧 她搞到那些市民要蹲街 要乳水拌饭 那她都没有道歉 她都没有道歉 她都没有道歉 她只说政策改了 是吧 就是个个都不说 个个都不发声 那香港就不是香港 是吧 那白点说句 那不如移民就更好 是吧 那所以多谢大家 一路支持我们的 supporting channel patreon 那我们 每一个星期呢 都会放两条片左右 就exclusive的进去的 那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这个supporting channel 现在在香港 你看到发声不容易的了 发声不容易的了 就是你可以说 学生动员那些是 一些比较极端的 但是你都看到一条路是这样走的了 你遲些批评政府 她一样动你 你不要以为 你不是政治她不动你 你遲些批评政府一样动你 你现在国内都是的 你看到国内 你任何批评她 任何政策她都动你 不过她微信是她的 她删你微信的意思 但是在国内来说 你删微信不是这么简单的 删微信之后 你有人上门找你的 上门找你的 你昨天说的东西干什么 你不要再说了 你再说我什么什么 是这样的 所以 我都是 要做这件事 希望大家支撑 真的不用支持 我用支撑 因为是顶的 硬顶的 你一看到这些小孩 他可以危害到国家什么 你告诉我 你可以危害到国家什么 但是他都没有 照拉你 那你批评政府 批评不了 批评政府可能都要去patreon 根本是 你可以预见到 现在他全面管治就是这样的 好 大家看到 这个不是我 不是我说的 你看到他整个餐 就是放在路边吃的 昨天下午 我亲力其境还下雨 坦白说 他就是雨水送饭 我在香港几十年 没试过 香港半个世纪 我没试过香港人 不要衰得在街上 蹲街吃饭 你可以做这样的政策出来 他不是做蹲街 他不是没钱吃 他有钱吃 但不知道在哪里吃 我昨天看到的 就是 他拿着个饭盒 他是想进去空地那里吃 但是 天正在走雷 就是等于 我突然间 立刻就要闪入商场里面 他闪入商场 又不知道怎么吃 又不能吃 就变成这样 你看到香港就是这样 他不是没钱吃饭 他有钱吃饭 我昨天看一些新闻 都已经说 那些的士司机 他说宁愿不开 不如不开 因为你早餐 下午都是一辆车吃 一辆饭味 根本就没有客人坐 一天赚了两百元 不如close 是吧 大家看到 你外卖做不到 就不是 预伯间食肆倒塌 暂停营业 倒塌 就要收拾了 这一波 我相信 已经过了一个礼拜 现在第二个礼拜 我就当你三个礼拜 我告诉你 过千间是要收拾的 过千间是要收拾的 因为大量的铺 坦白说 他们根本就不是做唐 不是做外卖的 是做唐食的 你真的去外卖的 坦白说 你去哪里 麦记 肯德基 去做外卖的 大家在大法国都有的 但你真正餐厅那些 根本上我看到有 元朗的餐厅 一部分的餐厅 是没有生意的 因为它不是做外卖的 它不是做外卖的 但你现在最惨的一件事 你收拾不收拾好呢 我在最尾七月份分析 大家都说 第一件事 你收拾 铺子是有租药在 你断租 你要赔完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那些人 现在是宝贝 你炒了那些人 没问题 但到疫情好发生 你请不回 你即是开不了铺子 除非一样 你就不做生意 要是倒闭结业 要不然 你捱下去又有难 你不捱下去又有难 那你现在见到林郑 你现在见到林郑 他推得这么急 他就是想两三个礼拜内 压了疫情 很明显一件事 他就不想再给抗疫基金 和全民派一万元 因为上一次大家记得 是三四五月 加上年的社运 那才搞 吵到这些事情出来 但是你想想 如果他现在把疫情 压到三个礼拜内 搞定 他怎么会再派抗疫基金 全民一万 你就不用想 对吧 你想想一件事 现在多少 即是这些店铺收拾了 谁交税 谁去交税 谁去交税 卖楼的人 多于卖楼的人 何来又印花税 你看看高银的启得地 卖来卖去 卖来卖去 卖到第三个才有人卖 条件说来说去 谁去卖你的地 你启得多漂亮都没用 变成了一个死城 你现在在外国 已经有些 有些片出来 验鱼你香港 那些人要蹦街吃饭 衰到要蹦街吃饭 谁还敢来卖你的地 谁去卖你的地 谁去卖 你卖的东西 都没卖用 对不对 你卖地不行 喂 你现在国内那些人 是不是进来 国内那些所谓熊二代 是不是进来香港 进驻我们中环最顶级的写字楼 你给人民币 你现在有没有钱来进驻 你不如回去内循环好过 对不对 下午就跪下 昨天就说 今天就开放那些社区会 和阿多鸠鱼 我经常说一件事 我根本就想不到任何禁堂食 是可以令到那个疫情好转的 每个人走出去外卖 每个外卖完之后回公司吃 全部人迫在公司 你只不过不在 不在饭堂公司 在街是吃不到饭的 你叫林郑 你叫行会那些人 自己拿个饭盒出去吃一下 就知道 吃不到的 你放在哪里这个饭盒 你放在哪里先 我不如 白点说句 我不如买个包吃了它算 对不对 没有订房给你吃的 你凭空 将个餐飘浮到空中里面吃 没有可能的 对不对 其实如果他不放宽 假如他不放宽 很多人明天就不开工了 做来干什么 我开的士一天 我听东中西梦说 我明天只有200元 为什么一天只有200元呢 第一已经无客 第二 你早餐下午 坐在的士吃 一阵味 人家根本就不想坐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星期就不开工了 是吧 那些工人可以放假的 那些工人放假 白点说句 那没有人搬厕纸 没有人搬超市 对不对 那香港就是停顿状态了 好了 跪下了 明天可以早午食堂吃 每台限两人 然后最多开一半 那就是回复之前 你说回复之前便可以 为什么你不认衰呢 就是一样东西 既然你可以改的 就是这个决定是你做的 不是中联办法做的 是不是 那你行会吃屎的 你自己拿个饭出去吃一瓶 喂 张建宗还说去交易公园 我现在给你一个小时去交易公园 给你看看 你社区会堂 都不是每个人去到 那你几百个人逼到社区会堂 不就是一样 有什么分别 只不过你播毒的地方 传染的地方 不在食堂 是在社区会堂 对不对 现在就迫在公司里面 那更多人 有什么分别 没有分别 一样 想过都白痴 傻疼 大家看一下 新型冠状病毒的趋势 本来 4月底就没有 大家看到这个图很清楚 确诊个案 本来 4月底就没有 你看看黄色 你看看黄色 你看看单日新增 绿色 去到4月底就没有 然后你看到5月底已经酝酿了 多多多 6月头多多多多多 原因就是因为有些权变人士的可怨 你看看类计个案 其实类计个案是由3月开始升的 开头很少的 开头他说公务员 work from home 那些 你看看少到 只有几十人就work from home 好了 接着升到 3月多4月 1千人 又是不封关 好了 平了 完了 去到5、6月停了 好了 接着为什么再升 又是因为有贵面人士 来来去去都是政府搞的 你现在搞塌了个事 对你自己有好处吗 没好处的哦 大家看看 就是这两天 我看到大量的新闻就出来说 那些人蚀让了 那些铺不租不要 那些铺接盈不要 多少钱我都卖了 我听到有些在尼敦导谱说 蚀四成卖 蚀不是赚少是蚀四成卖 美孚立刻跌三球 千一万降到八百万立刻卖 你香港这样的环境 哪个还去买楼啊 昂糕 大家看看一件事 你看看 上半年四大核心区的租金跌 你不要还告诉我 楼市升 你看看租金跌到 这个是上半年 铜锣湾跌了三成六 中环跌三成半 尖沙咀跌29% 旺角跌27% 我告诉你 今年下半年 可能跌幅还要加多十多个百分 怎么升 那你想想一下楼市怎么办 没得搞的了 不要想着还有得搞 没得搞的了 你今年不用搞的了 明年都不用搞的 如果你这样 我坦白说 我拿着这个铺 我都走了 是吧 要来干什么 喂 有人抵了他 第一件事 我可能拿着这个钱 放了离岸 要是我就移民 如果不是 我宁愿白说一句 假设 譬如现在 我本身的铺 是四千万的 那现在我蝕让三千万 但你不要忘记 三千万分一年之后 我两千多万 我收回一个 我都买了 是不是 我都买了 你拿来干什么 所以你现在 除了你真的自住之外 你真的不要买 真的不要买 你看不到香港的政治环境 或者这班人 这班高官 中共和香港这班高官 还坐在台上 你真的不要搞生意 我们现在拿着的 都是最必要 白说一句 我们拿着的 都是最必要最必要 最必要最必要就是住 其他你真的不要拿 你拿着 我告诉你 你现在怎么买 谁跟你租 我看高银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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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是打崩头 现在都是打崩头 不过是打崩头卖 是打崩头卖 不是打崩头不买 你不知道疫情玩多久 现在 8月就玩完 应该 肯定的了 8月玩完 那我相信8月玩完 这一波都会完 的 那跟着呢 9月10月 10月11月 天气凍会不会再来 我就不知道了 那就是说 一年到晚 整年都玩完 但是 又搞国安法 又什么 我不知道拘捕那些年轻来做什么 拘捕那些年轻来做什么 拘捕那些年轻来做什么 拘捕来做什么 那我们那些会在第二个频道里面说 但是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样的话 你 我宁愿你拿回一点点现金 或者说 买美股 那些 就是你将那个 我们也是 除了主要 就是你看到我们慢慢把钱都移到美股那裡 你在香港真是最主要必要住的 要不然我们都不搞的 其实是 我们都不搞的 你现在越拘捕那些越伤 越拘捕那些越伤 越拘捕那些越伤 好 那今天呢 就短短地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 那 那 我们都还ok的 就是钻石狗去到141% 那是我们的网址 那大家可以进去看看 我们一季之前的投资日志收费版 那 youtube投资筆记 那八月份 那七月已经结束了 那大家有兴趣 美股可以订阅 八月份投资日志 那我们呢 会 讲回多些中概股的了 现在是 好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那我们八月份呢 会讲 蚂蚁集团的IPO 那 那三只大野 融创 世贸 华润 智地 都会分拆它的物馆上市 那大家 如果想看下它们的投资价值 或者会不会又再现金牛的话 就可以订阅我们的投资日志 看我们的分析 那也都会讲 斯摩尔国际 中芯 那这间物馆股 金融街物业 和最近好血的康健医疗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开始订阅 好 那我们两个收费项目 那一个呢 就是投资日志 港股 文字版 150元一个月 youtube 投资筆记 youtube版 美股港股 120元一个月 那收款就是恒生 中银 恒生 还有转数块 那大家 亦都可以用paypal付款 那大家付了费之后 那在银行收条上面 写回你的电邮地址 购买项目 拍照 然后share回去 hongkongfinanceout gmail.com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今个星期的项目 就剩下这个一周股市大市 那我们就会在周末出的 那大家记住留意一周股市大市 好吗 那多谢大家收看 有任何问题的 你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就可以 电邮给我们 好吗 多谢大家收看 一周股市大市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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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